愿行能够让你在心中拥有永恒的坚定信念 如果你能将这些自身的坚强力 对佛的信心和愿行 传递给更多有缘人 同时去帮助众生脱离痛苦 自身也会获得佛果的成就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现代婚姻的失败就是夫妻相互不了解 同样你想度一个人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情况 你根本度不了他 师父还说 佛陀当年也是因缘失教 寻缘就度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前天妈妈牙齿痛得肿起来 痛到鼻子那里 我和她说 念大悲咒 大悲咒治疗各种疾病 刚刚妈妈说不痛了 她说念了好久好久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家人们早上好 我来分享 运用师父教我们的三大法宝 保佑外孙女顺理康复 昨天晚上十点 接到女儿的电话 说 小外孙女拉肚子 发烧 已经两天了 准备今天要去医院输液 我马上上香 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 慈悲保佑 保佑外孙女顺理康复 许愿第二天帮助小外孙女的药精者 烧送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放生五十条鱼 念二十一遍大悲咒 二十一遍心经 二十一遍消灾几箱神咒 今天上午九点 打电话给女儿 女儿高兴地对我说 小外孙女 昨晚已经退烧了 三大法宝 灵验无比 我们一定要坚信观世音菩萨 菩萨不动因果 用师父教我们的方法 完成愿力 菩萨就会帮我们消夜 保佑平安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尊敬的卢台长和秘书处同修好 感恩您们辛勤的付出 我修台长法门两年多了 手指上的骨质增生 没吃药就消了 尤其是上月参加了香港法会回家后 非常殊胜 真是喜事不断 6月20号卖掉了房子 7月1号就买到了理想的房子 最开心的是 我的先生在3号正式开始念经了 这些都是我在法会上许愿的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灵验了 感恩台长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义工菩萨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 有一次驾车出门 刚出家门不久后 接近了一个路口 忽然有个念头说 前面不知道会不会有鲁莽司机 不注意车就驶出路口 于是我就把脚板放在刹车器上 准备刹车 果然念头浮现不出15秒 还真有一车不注意 就直接驶过来 索性那几秒前的念头 能让我准备急事刹车 避免了意外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台长弘法 感恩何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对夫妻 因为一点小事吵架 这个女的一直 对她老公很凶 老公一直非常很好的 默默忍受 为了杀杀丈夫的锐气 这个妻子决定 以离婚想要挟她 一点小事 她就提出了要离婚 于是一向霸道的妻子 自己逆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所有的一切财产 归她的丈夫 孩子归丈夫 自己每年支付孩子 五百元生活费 已是离婚的决心 让她去搜索 她心里这么狭 不依不饶的妻子 本以为 丈夫一定不会同意 向她求饶 没想到 她的丈夫 很爽快地同意了 一周之后 妻子觉得事情不对了 主动找的丈夫 要求复婚 但是被丈夫拒绝了 离婚的妻子对她说 我给你半年时间 如果你还不同意复婚 我告诉你 那我就嫁人了 她太高估了自己 以为丈夫一定会求她 期待的眼前 已经变得有点陌生的丈夫 听到最后的通牒 希望有所触动 然而丈夫脱口而出 我早就受够你了 随你的便吧 后来他们真的没有复婚 这个故事真实而简单 它就是告诉我们 一定要学会认识到你自己 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 我们学博人在人间 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放下自己 我们天天懂得为别人 为众生服务 我们每一天想着别人 我们会拥有更多别人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交上好友保条命 交上恶友害条命 自古交友需谨慎 同修共修信心增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